學生在無水無氧的手套箱內操作原件量測系統 在高速量測及計算分析下取得數據 另外這一組學生順時間要製作原件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科技學系特聘教授洪文儀 積極投入有機電至發光材料的研究 跨領域與台大教授周碧泰等多位學者 刷新了有機強放光的世界紀錄 突破千奈米 運用新營有機材料與製作優良的元件 探討緊密結合物性 結出的成果連續三年 榮登國際頂尖期刊Nature Photonics 載捕泰的發光元件它可以更廣射域 可以應用在這個顯示器上面 可以顯示更多的色彩 那這一方面的研究 其實是算是比較先進的一些 也比較有突破性的一些發展 成功建立有機半導體相關製程及量測設備的實驗室 也建置OLED寿命量測系統探究OLED的裂化物理機制 這個OLED其實已經深入到一般的我們的生活 比方說我們的一些顯示器像iPhone手機 那未來的話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跨到紅外線 所以可以做一些Sensor或是一些車用的一些感測器等等 其實它的應用領域是非常的廣 也是很多元的 所以像韓國 日本以及大陸那邊 他們其實都發展的 就是很大力支持在做這一方面 那我希望台灣可以也是可以 繼續投資 那可以有更多的產業來加入這塊領域 窄帶放光OLED有巨大潛力 渴望成為下一代高解析度和廣色域顯示器 高效和廣泛採用的顯示技術 給未來感測與通訊技術產業一個無限發展的可能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